海贼王,凯多是换手中果时,大妈和凯多之间的秘密曝光。 离海贼王一千话的内容越来越近了,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每天都在关注最新海贼王情报的更新。 就在昨日海贼王999话的情报终于更新了,标题叫作为君酿带酒,这一话的情报内容可以说非常精彩,重点就在于凯多,他的恶魔果实终于曝光了,一起来看看吧。 艾斯和凯多并没有交手。 这一话的开始,内容就交代了上一话结尾留给我们的悬念,艾斯想要杀死凯多。 根据大和的回忆,当时凯多去远征了,并不在鬼岛,艾斯去鬼岛就是为了救下被绑架的孩子,没有遇到凯多。 不过和大和相遇了,艾斯和大和属于不大不相识,两人鬼岛打完架后把酒言欢,谈论着大海上路飞等人这些年轻的海贼。 两人都谈及了父母这个问题,大和回应艾斯父母无法挑选,并且表示想要和玉田一样出海,过自由的冒险生活。 这一段剧情和前两篇土豆军的推测一样,艾斯和凯多并没有正面交手。 道理也简单,以艾斯的实力肯定没办法打败当时的凯多,交手就是战败,战败之后凯多是绝对不会放艾斯离开。 索隆坐电梯失败 在正面战场中,接上上一话的内容,马尔科想要抓住索隆带着他飞上屋顶,结果竟和奎因出来阻止了马尔科。 这段剧情比较有意思,或许接下来的队位就是晋和奎因VS马尔科和索隆。 队战分配方面土豆军觉得马尔科和晋应该会对上,两位顶级皇富级的队位,而且都会飞,索隆和晋打有点劣势。 奎因这边大概率就交给索隆了,毕竟前期海尼七代的山智军现在还沉浸在黑色玛丽亚的温柔香中,能对战奎因的就剩下索隆了。 奎因的话题被再次提及。 此时在战场中带着那美和乌索普桃命的小玉知道了陆飞的身份,原来他就是艾斯的弟弟。 大和也提到了陆飞的名字里有弊,之前土豆军也说过,迪在和之国被频繁提及,后续迪背后的故事大概率就会在和之国揭晓。 罗宾的重要性 本话的重点来了,在凯多战场这边,大妈让凯多留下罗宾的性命。 凯多反问你们那边的布林还不会解读古代文字吗? 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当初大妈对于历史文本的解读寄希望于布林。 为什么是布林? 这里有一个伏笔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布林是三眼族。 三眼族第三只眼开眼似乎能得到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 这股力量还有什么没交代的内容?值得我们后续期待。 同时罗宾的重要性被再次提及,后期的海贼王世界就是历史文本的争夺战,其中两个关键,一个是历史文本,另一个就是戒读者。 这里罗宾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草帽一伙来说是通往海贼王宝座的钥匙,同样也是一个吸引住强者的灾难。 凯多的恶魔果实公布,和大妈的故事曝光。 凯多的恶魔果实曝光,是予于果实幻兽众,但是具体什么形态还没有出现。 凯多的这颗恶魔果实就是洛克斯海贼团被打败消失的那天,在神之谷大妈将这颗坏兽众果实送给了凯多,这就是之前提到的大妈和凯多之间的秘密。 看到这则情报的时候,土豆军的第一反应是激临气势池中午,一遇风云变化龙这个台词。 按照之前的猜想,凯多应该是和龙相关的果实,没想到是条鱼,属实有点惊讶。 最后重点来说,说这个果实,这个果实的出现也算是韦田老师原了,海陆空最强生物这个设定了,在海中也丝毫不虚。 这也就印证了之前凯多执着于自杀不死的原因,因为跳海也不会死,就像是看在杰克的种族是鱼人族安代石斑鱼这个设定一样。 为什么是鱼呢?大概率就是我国的经典传说《鱼月龙门》这个典故。 在日本文化中,早期在浅唐史这类使者的影响下他们的很多文化都被我们的文化影响,北田老师这里大概率就是借用了这个典故。 这个情节也不免让我们联想到和之国开篇的情节,当时陆飞等人登上和之国就是地狱月龙门的形式。 目前具体形态还没有出现,这里不妨大胆假设一种,能是什么形态呢? 幻兽众,鱼,龙你能联想到什么呢? 土豆君这里有三个推测方向,首先是赤吻,赤吻又称羽龙,在神话中是鱼和龙的结合体,龙生九子这句就是出自这个神兽,传说中赤吻是龙的第九子。 其次还有蛮龙,拥有龙族血脉的水兽,其中就包含了鱼蛇等水族。 这个两个神兽都符合上述这三种条件。 其次就是现在热门的推测,宝可梦中的鲤鱼王,在宝可梦里面鲤鱼王的最终进化形态就是暴力龙。 根据以往关于伟田的爆量,伟田曾经确实沉迷于宝可梦,所以或许就是这个暴力龙。 以上就是对于本期情报的解读,后续等待正式漫画公布,999话的情报都这么精彩了,1000话相信会更精彩,一起期待吧。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再见。 请不吝点赞 。 请不吝点赞 。